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陈初贤 我是缺领泰 在台北股市的表现里头 这几天的这个掌握 甚至于在国际股市变化 真的是太关键 太精彩 太重要了 为什么 我们再把镜头带到了 是在美国市场 来看一下下 尤其在倒数部分 昨天下跌了 77点 如果你把线形打开来看的话 哇 恐怕这个压力更重了 事实上我们提醒了 大概一两个礼拜里头 这个是警讯 这个是危险 这个是泡沫化 这个是危机 尤其在汇损的压力 再看一下NASDA的部分 NASDA的话 事实上到后来的话 我们特别强调 科技类股重做 包含美股盘后盘 现在科技类股又重做 等一下 李泰兄一并会提醒给大家 昨天在整个 美国市场方面的话 关键的议题在哪里 我们首先第一个提醒给大家 美国选民反华尔街升温了 为什么压力有这么大吗 进了美国选举 多数候选人里头 以金融业成抹黑对手的一个手段 美国民众反华尔街的情绪再攀高 川普也紧咬着希拉蕊 挂钩在华尔街 这个是重点 第二个要看到的是 川普如果当选 哇 全球股市 用崩盘来形容 这个崩盘不是我讲的 巴克莱 巴克莱他的这个银行市井里头 川普当选 标普要跌11%到13% 这个是比雷曼倒闭 当天还要来得更惨烈 市场恐慌指数的蔓延 专期另外对 但顶太兄所提醒给大家 VIX恐慌指数连续7点标高 已经来到19.32 还记得吗 顶太兄提到是20 数以上的20是关键 再来看到汇丰压的是黄金 谁赢都会涨 为什么叫做压黄金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避险概念 五天已经强调到2.4% 要不是危险 所以才叫避险嘛 而且一度收复了季险的位置 怎么看 好 我们先看这张图表 这个图表很重要 就是我们 这个三立台 台经台是非常用心的 是 这个图表是一大早 这个苏贤就开始做的 就开始做的 团队 整个团队 就好像我们一直开涨牌 就是说 我还是强调 以前我的节目在下午1点半 现在改到8点 台股新攻略是怎样 掌握全世界 那全世界 你跟1点半 都会发起了 而且收视力还爆充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最近收视力真的爆充 投资你要注意 因为大家现在在想说 空就想到我 就想到我 但是我说我们等一下会在下半场 把我这一段的心路历程 跟大家大概讲一下 因为做空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要空的漂亮 而且要把股票 一路这样空下来并不容易 而且在指数还在攀高的过程当中 你要勇于去讲空 然后去做空 然后带着我们的会员家族去赚钱 那些都点点滴滴都是迷藏 好 我说 第一个我们从这里来看 如果正如巴克来的时候 说川普当前的话 那11%到13% 好 投资朋友 你拿一支笔记一下 国际股市是这样 一旦跌超过一成 就是空头 就是短空接近中空 跌了两成就是长线空头 所以当初连曼兄弟也是先跌一成 可是后来就跌了三成五成 甚至跌到六成 所以第一个就告诉你 这是空头的一个警信 能不能有救呢 第二个呢 恐慌指数我说 事实上恐慌指数在前一个交易 突破二十 稍微拉回的 那昨天又开始涨 开始涨 那我讲讲到说 那一样 现在如果 现在市场上在讲说 如果川普当选 现在明镜来啊 这个美股崩跌的话 就可能不升息 所以黄金就上来 取代美元 那真的不升息吗 因为这个越搞越乱的话呢 这个很麻烦了 是真的不升息吗 到昨天为止啊 到目前评估年底升息 都还有七成一的 百分之七十一 是 注意哦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 这个东西 让我们告诉大家说 其实股市啊 本来啊 高档就是要准备要拉回 美股创下 美股这个时间点 创下美国史上第二场的牛市 牛市你知道吗 就是多头了 那你是想 两百年的道琼 也不过一次 因为每七年一个轮回 那只有一次超过八年 这一次快要八年了 那也就是说 大家想一下说 美国两百多年 每次一个 二三十次的这样 多空循环 多空循环 那现在是历史上的一个 一个多头 第二场的牛市 两百年啊 这一遍就二三十次的这样巡回轮转 巡回轮转 因为有的是五六年就结束了 巡回轮转的时候 现在居然是死上第二场的牛市 二三十分当中只有一次超过 超过现在而已 你要赌几率的话 当然是赌 赌美股 美股空的话才比较像样 你机会胜算也大 那我之前之所以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们再回过到我们 我们的超盘软体 我们超盘软体每天早上 大概六七点的时候 七点多的时候 我们就跟我们的客户 那使用我们软体的投资品 就让他把这个都看一遍 那那斯达克不要忘了 我再跟大家讲说 今天盘控的那斯达克 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好 因为他可能牵涉到这个脸书 我刚才看是跌七% 七% 脸书是全重股 我再讲一下脸书是全重股 脸书也是所有的高科技股当中 美国高科技股 最后一档的全重股 它是最后一档 之前都公布了 苹果Google什么都公布了 Google公布之后 就是利多 所以Google还没有大跌 它是盘跌 苹果公布后苹果是大跌 那脸书只要是以往的季报公布 都非常好 都带动美股涨一波 那这一次很意外 那头部已经慢慢出来了 今天盘后还跌七% 脸书就会影响今天晚上的S&P500 跟什么 跟NAS达克高科技股 那可能就是 不是大家所想象的 因为我那么多年来 脸书从它IPO之后 我从来没有看过 它公布财报之后跌七%的 你自己要有警讯 因为这就是说 我们跟苹贤 每天有嘴说到没 跟大家说 这跟费损有关 你越是跨国的企业 对于美股来讲就是费损 对于台湾的企业来讲 你就是要面临庞大的新台币 在上一季度 这个强力的升值的费损 你看都严重 我不知道是要说不幸严重还是怎样 因为对于来讲可能是 我们是不幸严重 对我们的客户来讲是 对框安建委来导致 因为是这个千金难买什么 早知道 他知道把股票买买来去避险 我想这个都是 所以才讲到说 我们一定要在金融市场上 坚持我们的专业理念 早上我就早才说而已 我早上四点晚上起来 没有多久就接到 接到苹贤来赖了 你看 你看我们多关心投资朋友 所以我们真的是一大创举 盘中那个 我最大那个 我最准 不是我最大 空投你最大 我希望投资朋友 我们希望能够多也有空也有 我们你看我们把心情放轻松 在谈笑来用兵 多你也赚空你赚 那这个市场上不会骗人的 就是掌握什么 第一手的资讯 你在盘中看盘 你要掌握第一手的资讯 我想这个很重要 国际股市场来看一下 来原油又跌了 又跌了 这看一下不妙了 高盛看到事实了 花旗最新的报告看到三字头 越来越不对劲了 好 那实际上全世界债市早就跌了 这个美债开始攀升了 美债值利益攀升了 美债也开始再跌了 这不太对劲了 我跟大家讲股市如果跌 债市也跌 黄金今天突然突破季线 这个后续还要观察 那几个股市跌 债市跌 那个黄金跌 油价跌的话 这个叫四大接空 还记得吗 我早点会跟大家讲 日元不能升值 有看到吗 今天日元在美盘的 这个美洲日元 又开始 北美日元又开始急升 注意哦 这102 102是关卡 102如果升破而已 那就很难看 好我们今天大概下半场 跟大家讨论一下 生计股 我说这个礼拜下半座 我们要特别来讲 生计股 昨天号顶破底 昨天号顶破底 我脸书都有说 都有说 好那整个架构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美元稍微回来 因为大家川普 这个错 搞不好 我这个人认为 川普如果胜起来 美元搞不好要狂飙 你要注意 他狂飙 日元现在正准备要飙 那投资人 你要一个观点说 我现在 我现在的时间 老师我怎么知道 日元起的升值 今天要去升值 很简单 当然这个东西 要有一点专业 你要到CME的外汇 市场上 去看日元 期货的 多单跟空单 这样你听到没有 在在都是专业 专业才是无价 所以我跟大家讲 那么以这样的架构来 我们来看看 美国股市的内容 结构的内容 那我们的 当然这个简单 跟大家看一下说 美股的个股的内容 都在这边 昨天的内容 我们把它综合几个 跟台北股市的几个 这都是微软 Google 脸书 北极 TESLA昨天还继续跌 美光也跌 这个都要注意了 美光也不太对劲 TESLA昨天继续跌 那我不是跟大家讲吗 这个美元稍微拉回 这个欧元就稍微升上来了 所以昨天的美国的太阳能 就稍微 稍微止住了跌势 止住了跌势 那美国持续大跌 都有 都有 像这个 房市类股 汽车概念股 跌得更重 美国的汽车 华尔街天天跟大家提出警讯说 美国的汽车销售 已经进入尾端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看苹果 苹果的技术面是这样 那照理说 破了这条线号坛 他也没有坛 昨天是零点 小涨的零点几% 他仍然在这边晃 好 那 TESLA自成 这支 我说就是这支 这是TESLA的图形 自从公布财报之后 冲上去 是 这是全市场的现象 我早上跟一个法人朋友 在开港 他说 因为他们不能做 融券 他们不能做空 他们只能卖股 然后他 因为我们一面讲 刚好旁边有那个 工商时报 经济日报 他就指着 有些股票的利多 当天的利多 像这些股票 当天老利多 我们可能就要加减 卖 大家听到 当天老利多 就会加减卖 这个就叫做利多出货 法人现在心态这样子 好 TESLA 所以我说 你看你掌握TESLA 你看F帽连 跌成什么样子了 他营收不是很好 何大利不是营收 创历史新高 EPS很高吗 为什么都一直在大跌 你要掌握这个叫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的窍门在这边 期待没空 不要整天在那边KDRSI 这边就笑死 笑死五百多人 昨天你不过是来 对 这个掌握第一手的消息面 资讯才是重点 为什么我们 我一直敢敢空车开股 我敢空同志 敢空这个胜利 敢空M0 都是我们的关卡 核大也是一路空下来 因为你知道TESLA在搞什么 这个观念 待会我再跟大家讲 这是生计股 这是NBI的周线 生计NBI的周线 那周线事实上他已经进入 我说过 周线的两个关卡都破了 事实上就是长空 第一这是周线 如果日线的话 第一这个关卡会只是短空而已 但周线两个关卡破 你要注意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 两个重要关卡破了 那如果这一次这个再破的话 你测量就出来了 当你测量出来 这个就生不见底了 所以这个是观念的问题 观念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 待会我们都会跟大家 这个再详细报告一下 那事实上这个公股韩库在互盘 这个公股韩库的部分的话 事实上为什么互盘 等一下会特别定领一下 这个互盘的概念 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有问题进行互盘 那么问题到底有多大 等一下来听听看 我们先看亚洲股市 是亚洲市场方面的话 现在看到今天日本是修市的情况 在日本修市之外的话 先看到在韩国股市的表现 开出低盘 但是出现了震荡 小涨了一大点 小弹了0.07个百分点 好那么回到这个伏笔 好我想 这个公股韩库 你看月跌他就买了 开始买了 那你不要 他叫做护盘 一般来讲 你听了这个 你就要开始稍微怒 因为 因为这个 不会莫名其妙护盘 他就是怕说会出事 但是如果真的出事情的话 他也不太敢护了 因为这个 这个事情今年以来 从去年以来 国安基金都一直被人家诟病 你在不正确的时间 去护盘的话 有时候 反而国安基金是挣 大家的钱 他掏在里面怎么办 那这个我要讲是说 他变成什么 外资跟内资 趁机获利落贷 那昨天的外资的多大 已经掉到七万口 七万零几口 是 那法人一般的观念 我这几天都讲过 只要这个多大 七万口以下的话 外资就是撤出 你心里要有数 因为内资到的会更快 实际上内资最近到的 已经很凶了 这我们下半场 好好的这个 再跟大家做分析 你可以 你只能喝个水而已 不能离开 不能离开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专业让华信投雇 总能发掘潜力投资 二十多年来 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 更深远的眼光 为客户发掘 更优质的投资机会 支付专线 02-2392-3988 2392-3988 1 2 3 3 3 产生2017跨年演唱会 12月30日 31日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购票请查 年代售票系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新邦宝市特级绵柔 帮助均匀分散尿湿 到三条神奇通道 并让空气自由流动 带来会呼吸的干爽 全新邦宝市特级绵柔 这里感觉怎么样 刚去运动 有点闷 有点闷 饿了吧 如果有吃的会 有甜的吗 会不会很贵啊 如果只要五十元呢 那我可憐 两位在这里约会 很浪漫哦 红区选一个 白区选一个 一加一只要五十元 麦克极快也能选 好 欢迎锁定 台股新攻略 事实上这段时间里头的话 这个行情往下跌 可是在跌当中的话 事实上越来越热络 很多投资朋友都在关心说 这个行情到底要怎么会跌 那么为什么 这跌的幅度跟力道 又有多强 倒是刚刚迪安兄留了个伏笔 一些个别股提在身上 对 纵使护盘 为什么要护盘 就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进行护盘这样的动作 所以护盘力道如果越大 恐怕问题越来越大 对 我想大家都已经感受得到了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 那么这是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一两年我怎么做 我说过六七年我做一个多头 之后我可能做一个空头 市场上投股老师大概 因为我二十六年了 我算是在市场上资深的 新的投股老师不知道 认不认识我 旧的投股老师跟我差不多 都知道说 我很会看空 但我不是空头 因为做六七年多头 空个两三年都很合理的 那我说过 这个我是去年这里 我这里空下来的 这一万点 就是这个 不是最高 我知道我们不可能空最高 这里空 我把资料都带来给大家看 这是去年 你看 去年五月八号 这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月八号 我当时就跟大家 万点以上空间有限 万点以下深不可测 当时就是 就是因为 因为 这个压力 压力大 后来把它把它改为小心 万点以下小心 市价也是万点空间有限 但是就在这里空 这是去年五月八号的时候 我讲的 我说那时候是讲一个五月魔咒 那回顾到的空 七千二回补 那时候我的脸书就被封锁了 就被封锁了 这个不管他 那现在我的脸书又重新开张了 那投资本 如果你有意愿的话 就来 因为这几天我们脸书开始爆真人 那大家 投资本也看到没有 空当然 我是在 我今年的过完年是翻多的 因为这个 这个有点样子 最主要我翻多 我当时跟大家 所以苹果涨上来了 那我翻多 我翻多这一段 我翻多这一段 那这在哪里 你自己看一下 就在今年的 大概四到五月的时候 四到五月的时候 我就又开始 八千九的附近 我开始又翻空 那投资人就是 这个 这种东西就是观念问题 那这一段的过程 涨上来 涨上来 那指数涨上来 我说过指数归指数 指数是用 我带我的客户 是用三十分钟 定方向 短线进出 但是该多就多 该空就空 可是我个股市 是没话说 那这一两天 因为昨天 我必须花一点点时间 讲一下 昨天有一个客户 那下午 因为收盘之后 他就 就是来参加会员 因为我们是 投顾 当然是收会员 我们也是靠这个为生的 那在会员之后 他就说 办完手续 他就跟我们的助理讲说 我可以跟老师讲几句话 当然 所有人都可以跟我讲话 都可以 没问题 我就跟他讲 他气急败坏地说 这气死人了 我说你在生气什么 说 他说 这个市场上 对 就是我要打坐 不要忽多忽空 那他也认为说 他也觉得 这个应该是多头 所以他去参加 某个老师 参加某个老师 那老师跟他讲说 这个排股去招大涨 所以这几个月 他买了很多股票 可是买的股票 买的都是追高 就杀下来 他就很害怕 那上个礼拜 他就跑去 他就打电话 去给他的老师说 但是股票 好像不太对劲 都跌蛮多 如果 其实他投资人 现在都很理性 老师如果做错 我们就停损掉 停损掉就好 顶顶把还好 9300 9400 9300 多少都买 你感觉老师 他甚至提到我的名字 你看朱老师 套炸八点 他讲的股票 甚至还空到 我们的股票都大跌 这就很麻烦 是不是 你老师要 停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接受 那老师就跟他讲说 这里说多头 很快就要喷出 就算跌个三五百点 我们还持续做多 他持续做多 就是要买 就是要买 你放心 我准备叫你加码 他想说 老师就老师就听了 那昨天盘中 就跌了100多点 他就收到老师的讯息 老师刚才讲什么 说 把股票 他股票十几档 老师叫了一二十档 股票 用一个讯息 都没有讲个股 就全部多单 全部出清 我们准备要放空 你看他有多火 你知道吗 他打电话就说 老师你不是说跌500点 我们都还要做多吗 是不是 也不过跌100多点而已 为什么你要把股票 不管你上个礼拜 慢一点 我们还少赔一点 基本上赔那么多 你很不负责 就一通讯 你说全部出清 我们准备放空 对 然后他打电话 老师说 老师刚刚 你上海面不是说500 那我上海 上海都要做多吗 你现在确实跟我讲说 恐怕要跌5000点 你赶紧你赶紧的 结果就跟他讲说 没有关系 那你可以跟着他做空 他说 我就不过你 车车拿到股票 对不对 你忽多忽空 那你实在是什么 对不对 他觉得 我还是最专业的 我感谢他 我顺便跟大家讲 这事常上是有道理的 老子说天地不仁 一万物为除狗 除狗就是 因为古代没什么钱 祭祀用品 就只要去用纸扎的 稻草扎的 代表是祭祀一下 那用完就丢 那老师呢 是不是 把你用完了 钱收一收了 你自己心里有数 我很不喜欢讲这个东西 我只要跟大家讲观念而已 这个市场上 我刚才说过 最辛苦的对我来讲 就是这一段 动不动 让人来酸 我说四五月份 来到家后就翻多 翻空啊 翻空 你就是翻空啊 你看 你看这个 因为翻空的关系 所以怎么样 你看联雅真的跌 这些跌 这四五月份就开始跌 一个破断 一个破断的跌 一个破断的跌 四五月份空到现在 昨天又破底了 破底怎么样呢 就是最近流行的那句话 难受相哭 又难受相哭了啦 这个你也知道 真的 这个最流行的 真的 你破底啦 天天破底啊 你还敢跟人家说 老师 哎呀 人家跟蜂蜜老师 说这边大涨 什么 跌到底部啊 什么 讲完到现在又多跌了两成 我跟大家讲 NBI不对了 我早就 我说 NBI早就 线形图都不对了 对称的角度上 这个 这个再破的话 测量是怎么样 是深不可测 真的标准的常见 这是周线 你看这是周线 这个是周线 你看我昨天在我的领域上 用这个 画成这个叫什么 浩顶 浩顶破 如果你用测量来看的话 这是深不可测的 当然啦 天天破 当然是蓝寿香菇啦 是不是 那你浩顶的影响很大的 同学们 浩顶影响整个生计股很大的 你看我们小 这个政府啊 几个政策 太阳能 生计 细股 你看看股票 航泰 你看那个保一啊 都跌成什么样子 对不对 心象 你不在四月份 你不在四月份啊 看空啊 四月份看空 我就在看 我是空个股啊 此数我用短线做啊 有多有空啊 你看你不在四月份空 怎么可能做到这个 当你空到这里的时候啊 你再回顾来 下来 我的做法是对的 我是真的让我的客户 赚很多很多钱的 你看看啊 胜利 你不在 你不在四月份 我四五月份就跟大家讲 美国的车市出问题了 他接的就是美国单 甚至中国单 你看你不在四月份 你不在四月份空 我四月份 五月份开始翻空 八千九的时候开始翻空 有没有 空补空补 这里一定要补 因为他要除全息 你不这样的 你可以空在高点吗 这个至少让我们赚六成 我现在还在空 我现在还在空 是不是 维生 你看看这像话吗 维生那像话吗 你看看这像话 你不在四五月份空的时候 你哪有这个成就 帽连啊 你有特斯拉做 做做做做参考 你帽连你跟他做多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看帽连昨天又破底了 又破底了 四五月份也是高点 这都没空 为什么我在四五月份开始空 我帽子被人家笑 被擀空 擀空笑死人了 我敢这么做 就是我够专业 武侠小说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书姐你不知道 叫做什么 胆大 欲高 人胆大 欲高人胆大 欲高人胆大 胆大的原因是因为 欲高 我是因为够专业 我才敢在那边 跟大家讲这些东西 讲空 因为我在市场上太久了 同工老师啊 认识我的都很怕我讲对 因为我讲对 就是长线大空头 对 你看这个 联合股科 这是生计股 这是生计股 五六月开始跌的生计股 这是霹雳 文创 今天还有利多 昨天破线之后 今天开始出利多 说他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看利多 他能不能涨上来吧 几个关卡都破了 文创 我们政府不是文创 生计一大点不是 是不是 巨洋 你掌握全世界的什么 安德阿姆 UA等等之类的 Nike 你这个就是空 三百多块掉到一百多块了 是不是 升科 有没有 升科 都是这题开始 可乘啊 大概不是可乘啊 可乘还算跌的少的 有没有 你看看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凯胜破底 凯胜的值当然比那个 那个 那个可乘差 这大家都应该小心的 你看这个会赚科 你看 这个是赔钱的公司 你要注意赔钱公司 赔钱公司 第二关卡破的话 这个跳空缺口 你在电商听我讲断头缺口 这个形态做出来了 那这个再破的话 没得救 没得救的话 测量下来 因为怕是赔钱的 亏损的公司 融资水位越高 这个跌的幅度会很吓人 将来一开始不对劲的时候 就是 就是你获利的时候 我跟我的客户讲说 我们不见得可以空到最高 我们不见得可以空到最高 但是轮跌轮空 不见得可以空到最高 但是我们的做法是最 最稳定的 那我说过 我也会守停损停利点 你看我们在指数 指数在这两天 30分钟现在又翻空了 实际上我们这一个 不知道我带客户的 现在手上的指数空单 大概200多点 我不是很喜欢讲这个 因为我们用的是波段 小波段跟 我一个礼拜也是两三次 带着客户在做而已 我也不像这个 每天用一分钟线 30秒线 是不是 每天冲来冲去的话 你喜欢你就去做了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同志朋友 欢迎做火来跟着我赚钱 欢迎做火来跟着我赚钱 我们一直以来说 我的手中没有套牢的股票 怎么可能套牢 我做空啊 我的手中也没有被载空的股票 都是大赚的 空一空我不见得马上空最高 空每一段几天就暴跌下来了 所以我说过 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时间 你准备好的话呢 就跟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案 叫做软硬通知计划 你有讯息 你有操盘工具 我带着你让你事半功倍 稳超胜券 最好的机会 你千万不要错过 行情准备要来了 把握这个刚好 很棒的一个强力大跌的点 谢谢大家 好 非常谢谢鼎派兄 那么这个行情 重要准备性观点